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DAN第七季的第二十集 斗争俱乐部 这集的故事主角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妹 两名销售人员来到了贝蒂的家中 贝蒂家门前停着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 贝蒂留着长发 他拒绝了两位推销的产品 毫不留情地让他们吃了闭门羹 于是他们又来到了街尾的露露家 露露家门前停着一辆蓝色的敞篷跑车 开门的一刹那 两位销售一下子愣住了 因为这位露露与他们刚才拜访的贝蒂 长得一模一样 同样的 露露也毫不客气地让他们吃了闭门羹 可没想到就在他关上大门之后 两位销售居然毫无缘由地打了起来 打得那叫一个激烈 连劝架的警察都拉不住 一天后两位FBI太元敲开了贝蒂的家门 调查昨晚的斗欧事件 贝蒂表示无可奉告 就在这时候 街尾的露露正好开车经过 两名FBI太元居然也毫无缘由地打了起来 嘿 谁说女子不如男 打得那叫一个精彩 这么诡异的案子自然又落到了 穆德和戴娜的手中 两名共事七年的FBI居然打到双双住院 而原因居然只是因为他们拜访了贝蒂 画面一转为了躲避贝蒂 露露来到了男友所在的城市 她首先来到一家打印店应聘 根据简历 她最近三年一共办了17次家 换了17个工作 工作跨度从厨师 洗窗工人一直到占卜师 露露解释这证明我多才多艺啊 不行吗 就在这时候 店中所有的打印机替了故障 店老板立即利用了露露 原来是贝蒂也来到了这家店应聘 两人的相遇造成了店内的故障 店老板撤下了招聘的牌子 贝蒂只能来到另外一家打印店应聘 她的简历与露露相似 同样是三年内搬过17次家 换了17个工作 工作跨度也是相当大 穆德和戴娜找到了 露露的男友大卷毛 询问贝蒂的行踪 大卷毛是一名搏击运动员 然后他根本就不认识贝蒂 看来大家都不知道 贝蒂和露露是一对双胞胎 晚上大卷毛来到酒吧 等待女友露露 正好偶遇了贝蒂 他将贝蒂错认成露露 聊到一半 他才知道认错了人 然而贝蒂居然对大卷毛一见钟情 卷毛干脆将错就错 隐瞒事实与贝蒂聊了下去 就在这时候 露露也来到了酒吧 整间酒吧瞬间开始地洞山摇 为了停止灾难 露露不得已逃走 穆德得知 卷毛将会在几天后 参加两场搏击比赛 他相信到时候贝蒂一定会到现场 丹娜说经过调查 确认了大卷毛的女友是露露 而不是贝蒂 露露和贝蒂长得一模一样 他们的踪迹横跨了17个州 两人的命运彼此联系 冥冥之中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互相追赶 而他们两个所到之处 就会引发各种灾难 不只是斗殴和流血事件 还有地震和火灾等等 画面一转 贝蒂和卷毛昨晚刚认识 就睡到了一起 贝蒂说她已经深深爱上了大卷毛 随后一个人去卫生间洗漱 没想到这时候卷毛的 正派女友露露也来到了这里 她怀疑卷毛出轨 却只在床上找到了自己的发甲 露露以为自己误会了卷毛 便放心离去 露露走后 贝蒂也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两人一旦相遇 就会引起灾难 楼上的住户开始发了轰斑 开枪到处扫射 由于卷毛周六还有比赛 她将比赛要用到的巨额押金 交给了自己的合伙人 没想到这时候又发生了地震 原来露露和贝蒂同时来到这里找寻卷毛 卷毛想找个理由带走露露 却被刚好从卫生间出来的贝蒂撞个正着 露露和贝蒂立即离开了酒吧 然而卷毛却在这场灾难中 被破碎的玻璃抬晕了过去 卑鄙的合伙人见卷毛失去了意识 立即偷走了她手中的巨额押金 随后穆德和戴娜赶到餐厅 他们从卷毛口中得知了贝蒂和露露的工作地点 贝蒂向穆德通吃露露一直跟着她 想毁了她的生活 这次她不会再走了 决定留下和露露硬扛到底 巧的是另一边的露露也是这么告诉戴娜的 由于露露和贝蒂的工作地点非常近 两人又很不巧地在穆德跟前相遇 这次相遇造成了陆中央的一个大叫井盖飞了起来 倒霉的穆德和周围的垃圾被一起吸进的下水道 就这样穆德失踪了 戴娜联系不上穆德 只能一个人进行调查 她找到了露露和贝蒂的源头 一个脾气暴躁的怪老头 老头曾捐献过金子 贝蒂和露露正是两位母亲使用老头的金子生下的 老头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吵架 戴娜无法跟她正常交流 巧的是戴娜居然在隔壁牢房 看见一名长相跟卷毛一模一样的男子 画面转到卷毛 她弄丢了押金就无法参加比赛 职业生涯也将画上句点 她请求贝蒂帮帮帮她 痴情的贝蒂承诺一定会帮她想到办法 贝蒂走后不久 露露又来到了卷毛家中 卷毛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贝蒂深夜潜入了她工作的打印店 用打印机复印了很多假钞 经过了一天的探索 店外的马路上 悲催的穆德也终于从下水道爬了出来 她和戴娜约定晚上去赛场碰面 比赛即将开始 贝蒂临来满满一袋子假钞 让卷毛得以重返赛场 卷毛在赛场上搏斗 贝蒂在场下为男友欢呼喝彩 穆德赶到了现场 她让贝蒂陪她走一趟 可没想到这时候 露露也来到了这里 俩人开始为卷毛针锋吃醋 穆德一看情况不对 扛起贝蒂就跑 贝蒂抱着赛场的柱子 死都不愿意离开 俩人的相遇 就让整个赛场的观众都发了狂 所有人开始毫无缘由的大打出手 这时候 丹娜也带着卷毛的孪生兄弟赶到赛场 场面卷在那个瞬间得到了控制 所有人都停止了斗殴 露露和贝蒂很高兴 哈哈哈哈 有两个卷毛 咱们再也不用争了 俩姐妹是和好了 可没想到两个卷毛 见面的瞬间又点燃了战火 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打了起来 与此同时 整个赛场的观众 也接着打起了群架 Oh My God 这是加了双倍的buff啊 这次斗Oh可谓是两败俱伤 经调查 卷毛两个也是同服异母的兄弟 两人一个是摔跤手 一个是抢劫犯 丹娜说 他们见面的概率只有2700万分之一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相互联系 以至于他们总是会在各种巧合下遇见 丹娜认为他们的暴力基因 或许来源于金子的捐献者 也就是他们的父亲 那是阿姆德 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是啊是啊 你说得很对呀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心理学界有一项著名的双生子研究 研究报告发现 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 在智商性格长相身高 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的特征上 有极高的相关 在受教育程度 社会地位 婚姻等特性上也极为相似 几年前曾有这么一篇报道 话说在重庆有一对双胞胎 他们从小被分别抱养 然而20多年之后 他们居然有奇迹般的相遇了 虽然20多年没见过面 但是他们的经历却出奇的相似 比如他们的左手食指上都有一个伤口 并且都是小时候割猪草时候受的伤 早在1979年 美国明尼苏大学就进行了一项研究 名为分开抚养的双胞胎 他们将一对名为 詹妮特和艾妮特的双胞胎分开抚养 时隔30年之后 这对双胞胎再次见面 结果却令人震惊 原来两个人的丈夫都是传教士 他们都生了两个孩子 连分娩时间都是一样 以上资料来源于百度 真实性无法保证 但是我相信双胞胎或多或少 还是存在心灵感应的 有研究者指出 所谓心灵感应 一般都发生在 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之间 所以像片中同父异母 却能产生联系的情况 毫无逻辑 不过科幻片嘛 要啥逻辑性啊 如果你喜欢这部美剧 请记得帮我加个关注 一键三连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